涉嫌机构主席阿西泽阿末 今天巡视巴达林在野涉嫌机构大厦后 向媒体表示 截至这个月9号 全国已经有29万2250名雇主注册 而政府至今征收了3680万令吉保费 短短三个月内 社会保险机构一共接获3068份申请 当中1650份申请获批 这些申请者每个月可获取600令吉 长达三个月 涉及金额达到96万令吉 阿西泽阿末指出 一旦就业保险计划较大期限成熟 从明年2月起 符合资格的失业人士可获得 占原本薪水90%的援助金 在这一段过渡时期 政府拨出1亿2200万令吉给社会保险机构执行就业保险计划 除了领取援助金 申请者也会接受在职培训和辅导 提升竞争力 谋求新工作